拿出手機 畫冊 甚至是一張張明信片 文山區警人理系畫班學員 正七嘴八舌討論 原來老師今天開放大家自由創作 主題自己決定 用那個寫生方式的那個素描 可是我是覺得水彩方面 我可以用蠟筆的來補牆 跳得太簡單 我就會說NO 不行 但是如果你跳得太難了 我覺得對你來說 可能再過一段時間我們再來訓練 免得說在自由創作過程中 遇到了挫折 有了一些怎麼講 負面的情緒出來的時候 導致在這個學習上 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愉快 對於平常習慣看著底稿 臨摹作品的學員們 這一次忽然要天馬行空 難免不知所措 老師提醒大家 水彩畫要有美感 除了形體 更要注意光影變化跟色調 這邊是亮的 另外一邊就是什麼 暗的 對 就是暗的啊 接著學員紛紛觀摩自己 跟他人的靜態素描作品 培養美學 激發靈感 老師說千萬不要小看 這個看來單一枯燥的鉛筆素描 因為培養繪畫實力得要從這裡開始 亮灰暗要做出來 然後有些迷糊的地方就是亮灰暗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把它完全表現出來 這是我們每個同學最困擾的地方 他們從一張白紙能夠到今天把這個畫畫畫得這麼好 這麼滿意 原來畫畫是這麼的有興趣 這麼樣的奇妙 為什麼我看到一個東西 尤其是畫畫的人 他只要看到一個畫面 他就從腦海裡面想像 他就能夠給它勾畫出來 那一畫 已經學習兩年多的請人理系畫班學員 每星期至少一個下午 大家都會以畫會友 悠遊於藝術世界 而為了肯定學員們的創作功力 大夥也定期舉辦展覽 既能陶冶身心 更培養了創意美感 SIDE 記者顧參詠 參謀報道 然後乾了以後再上